哈喽,最近的天气热而死了 住广东啊,整整都快40度高温了 幸好连夜开飞机过来雪山降不降火呀 什么声音啊,从这山洞里面发出来的 难不成有人需要帮忙,我进去看看 这位哭泣的大猫,你有什么事情这么伤心啊 我的绝密配方给坏人偷走了 可恶,居然有坏人敢在关天坏日之下偷东西 这桥秘密的变身成为大猫 大猫你别慌啊,我这就深入敌人洞穴 帮你把配方给抢回来 那太好了,传送魔法只有大猫的二舅才能够做到 各位长辈们别担心 配方我一定会帮你们要回来的 真的太谢谢你了,我这就把你传送过去 终于来到了贼人的内部,寻找到了配方的地址 话不多说,时间紧迫 赶紧拿上箱子的信件离开这里 滴滴滴,发现敌人入侵 不好了,这报警器居然这么快就响起来了 我也得赶紧找一个合适的位置离开这里才OK 这就不错,看起来周围十分的封闭 前面这个窗口一定不简单 可这怎么上去呢 有了,这时候讲尽我真正的技术了 三蹬跳,往墙上一蹬 嘿,顺利蹬顶 没想到我们这样直接就跳完了 看在这柱子一个个的 我们也不能够大意轻敌一大步跨腿跳过去 最后拎门一脚 好香啊,前面有蛋糕 嘿,休想诱惑我 擦擦口水往前走 好,这第一次绕过去 这是没完没了了是吧 激光酸鸡跳过去 安全 再用尽全力往墙上一站出来了 这怎么脚那么疼啊 快跑,我可不想死在这里 哼,损耗了45滴血 幸好是皮外伤,顺着钢管往前跳 1,2,3 幸好我这脚尖的身子 不然这钢管早就没有彩报了 这一跳灯上还要注意距离哦 站脚的地方可是很少的 最后一个就是一个90度的大旋转体 继续往前跑 这里可是考验我所身必须的二单跳 左右左右像只兔子一样蹦蹦哒哒的 垂直落入水中 10分 哼,这里又是哪里啊 不过幸好没人 小心翼翼地从这里出去 嘿嘿,肯定都是到下面去抓我的啦 没想到吧 36G走为上井 转讲前面不远处就是大门口了 拜拜了您嘞 哼,累死我了 终于跑出了大城市 可是想要回去啊 必定要有车票才行 捡垃圾送车票 真的是天主而言啊 请问是不是捡垃圾送车票啊 那当然 城市维护建设都是靠我们守护的 只要你帮忙把这垃圾分类 最后一张车票就送给你啦 那还不简单嘛 地上有这么多的瓶瓶罐罐 残余苹果旧电池 还差一个矿泉水瓶 你的垃圾桶那边看看啊 就这个垃圾桶里面没有做好垃圾分类了 还是由我这个环保小威士来吧 酒电池就是属于有害垃圾 矿泉水属于可回收垃圾 汤锅纸属于塑料 放进干垃圾 屁股是属于厨鱼垃圾 恭喜你获得去雪山游玩的车票 哦耶终于可以去雪山了 来到车票提取站获得二等座 走前面就是大名鼎鼎的东方蜘蛛了 实在是壮观啦 坐上我心爱的小火车 带着大苗的绝密配方回雪山去的 一路颠沛流离终于到了 我回来了大毛 我把你们的绝密配方带回到你们手上啦 谢谢你义涵 你可是拯救我们大毛族的英雄啊 这些都是小问题啦 没有了烦恼才是整整的清凉一下嘛